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石玉兰 花莲县政府今天早上举行了5月份升旗典礼 由县长许正蔚亲自主持,表扬了7位业务达人,3组圆梦团队 并颁发奖状感谢花莲县各级农会支援防疫物资 县长许正蔚首先感谢所有县不同人对花莲县正的推动 并谈到这一次市政报告统计3年来 县政府对花莲县的硬体或软件建设 未来要做的都在完整的计划当中 让花莲更好是县政府团队的责任和使命 从依法的照顾到终生代青年创业的政策 再到教育的向下扎根,甚至是农工商都不断的推进 大家另外对于今年以及未来要做的 有很多也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 所以可以逐渐,第一个我们大家一起共同 努力让花莲更好 我想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我们每一个人居中 不论是为人子、为人妇或为人夫 我想都是每一个角色的扮演 而我们队长上,我们又要照顾我们的长者 让我们的营法生活更加健康 所以对于我们营法的照顾,我们有很多政策以及建设 对于我们的终生代,我们更是一个青年创业 稳定我们社会安定以及地方繁荣最重要的一个动力和功能 所以这一次也特别集资 来对于我们卫生局卫生所的同仁 也给予鼓励和捐赦 我想也要谢谢今天的代表人 吉安向荣会总干事专业企 也谢谢我们所有的达人和游客团队 更谢谢所有的首长以及参议、艺术 我们一起齐心,让我们的世界政府更加的光亮 更加的友善 现在日常生活朝向积极防疫,稳健的开放 每一天的确诊与居隔人数不断攀升 县长许正位感谢乡亲、村里、林长 深夜或下雨依旧在外协助发送防疫物资 以及13乡镇各农会 看见了卫生局、卫生所同仁的辛苦 特别集资给予同仁鼓励 县长许正位最后也不忘叮咛同仁 温馨感恩的母亲节即将到来 记得向母亲说声感谢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